《民数记》第31章 耶和华吩咐摩西 你要在米甸人身上 报以色列人的仇 后来要归到你列祖那里 摩西吩咐百姓 要从你们中间叫人带兵器出去攻击米甸 好在米甸人身上为耶和华报仇 从以色列众支派中 每支派要打发一千人去打仗 于是从以色列千万人中 每支派交出一千人 共一万二千人 带着兵器预备打仗 摩西就打发每支派的一千人去打仗 并打发祭司以利亚萨的儿子菲尼哈统去 贝尼哈手里拿着圣索的器皿 和吹大声的号筒 他们就照耶和华所吩咐摩西的 与米甸人打仗 杀了所有的男丁 在所杀的人中 杀了米甸的武王 就是乙味 利金 苏尔 护尔 利巴 又用刀杀了比尔的儿子巴兰 以色列人掳了米甸人的妇女孩子 并将他们的牲畜 羊群和所有的财物 都夺了来当作炉物 又用火焚烧他们所住的城邑和所有的迎战 把一切所夺的 所掳的 连人带牲畜都带了去 将所掳的人 所夺的牲畜 财物 都带到摩押平原 在约旦河边与耶利哥相对的银盘 交给摩西和祭司以利亚萨 并以色列的会众 摩西和祭司以利亚萨 并会众一切的首领 都出到营外迎接他们 摩西向打仗回来的军长 就是千夫长 百夫长 发怒 对他们说 你们要存留这一切妇女的活命吗 这些妇女因巴兰的计谋 叫以色列人在皮尔的世上得罪耶和华 以致耶和华的会众遭遇瘟疫 所以你们要把一切的男孩 和所有已嫁的女子都杀了 但女孩子中 凡没有出嫁的 你们都可以存留她的活命 你们要在营外 驻扎七日 凡杀了人的和一切摸了被杀的 并你们所掳来的人口 第三日 第七日都要洁净自己 也要因一切的衣服 皮物 山羊毛质的物和各样的木器 洁净自己 祭司以利亚萨对打仗回来的兵丁说 耶和华所吩咐摩西律法中的条例 乃是这样 金 银 铜 铁 锡 铅 凡能建火的 你们要叫它金火就为洁净 然而 还要用储物会的水洁净它 凡不能建火的 你们要叫它过水 第七日 你们要洗衣服就为洁净 然后可以敬营 耶和华小玉摩西 你和祭司以利亚萨并会众的各族长 要计算所掳来的人口和牲畜的总数 把所掳来的分作两半 一半归于出去打仗的精兵 一半归于全会众 又要从出去打仗所得的人口 牛 驴 羊群中 每五百取一 作为共物奉给耶和华 从他们一半之中 要取出来交给祭司以利亚萨 作为耶和华的举计 从以色列人的一半之中 就是从人口 牛 驴 羊群 各样牲畜中 每五十取一 交给看守耶和华账目的立位人 于是摩西和祭司以利亚萨 照耶和华所吩咐摩西的行了 除了兵丁所夺的财物以外 所掳来的羊六十七万五千只 牛七万二千只 驴六万一千匹 女人共三万二千口 都是没有出嫁的 出去打仗之人的份 就是他们所得的那一半 共计羊三十三万七千五百只 从其中归耶和华为共物的 有六百七十五只 牛三万六千只 从其中归耶和华为共物的 有七十二只 驴三万零五百匹 从其中归耶和华为共物的 有六十一匹 人一万六千口 从其中归耶和华的 有三十二口 摩西把共物 就是归于耶和华的举迹 交给祭司以利亚萨 是照耶和华所吩咐摩西的 以色列人所得的那一半 就是摩西从打仗的人 取来分给他们的 会众的那一半有 羊三十三万七千五百只 牛三万六千只 驴三万零五百匹 人一万六千口 无论是人口是牲畜 摩西每五十取一 交给看守耶和华 账目的立位人 是照耶和华所吩咐摩西的 带领千军的各军长 就是千夫长 百夫长 都近前来见摩西 对他说 仆人陈下的兵已经计算总数 并不短少一人 如今我们将个人所得的精器 就是脚链子 镯子 打印的戒指 耳环 手串 都送来为耶和华的贡物 好在耶和华面前 为我们的生命赎罪 摩西和祭司 以利亚萨 就收了他们的金子 都是达成的器皿 千夫长 百夫长 所献给耶和华 为举祭的金子 共有一万六千七百五十 社克勒 各兵丁 都为自己夺了财物 摩西和祭司 以利亚萨 收了千夫长 百夫长的金子 就带紧会幕 在耶和华面前 作为以色列人的纪念 流遍子孙和迦德子孙的牲畜 极其众多 他们看见雅谢地和基列地 是可牧放牲畜之地 就来见摩西和祭司以利亚萨 并会众的首领 亚大陆 迪本 雅谢 宁拉 西石本 以利亚利 士班 尼波 比稳 就是耶和华在以色列 会众前面所供许之地 是可牧放牲畜之地 你仆人也有牲畜 又说 我们若在你眼前蒙恩 求你把这地给我们为业 不要领我们过约旦河 摩西对加德子孙和流遍子孙说 难道你们的弟兄去打仗 你们竟坐在这里吗 你们为何使以色列人灰心丧胆 不过去进入耶和华所赐给他们的那地呢 我先前从加迪斯巴尼亚打发你们先祖 去窥探那地 他们也是这样行 他们上以示各股 去窥探那地回来的时候 使以色列人灰心丧胆 不进入耶和华所赐给他们的地 当日耶和华的怒气发作 就启示说 咱从埃及上来 二十岁以外的人 断不得看见我对亚伯拉罕 以撒 雅各 启示应许之地 因为他们没有专心跟从我 唯有吉尼洗足耶夫尼的儿子加勒 和嫩的儿子约书亚可以看见 因为他们专心跟从我 耶和华的怒气向以色列人发作 使他们在旷野漂流四十年 等到在耶和华眼前行恶的那一代人都消灭了 谁知 你们起来结续先祖 增填罪人的数目 使耶和华向以色列大发烈怒 你们若退后不跟从他 他还要把以色列人撇在旷野 便是你们使这众民灭亡 两支派的人挨尽摩西说 我们要在这里为牲畜垒 为妇人孩子造成 我们自己要带兵器行在以色列人的前头 好把他们领到他们的地方 但我们的妇人孩子 因这地居民的缘故 要住在坚固的城内 我们不回家 只等到以色列人各承受自己的产业 我们不和他们在约旦河那边一带之地同售产业 因为我们的产业是坐落在约旦河东边这里 你们若这样行 在耶和华面前带着兵器出去打仗 所有带兵器的人都要在耶和华面前过约旦河 等他赶出他的丑敌 那地被耶和华制服了 然后你们可以回来 向耶和华和以色列才为无罪 这地也必在耶和华面前归你们为业 倘若你们不这样行 就得罪耶和华 要知道你们的罪 必追上你们 如今你们口中所处的 只管去行 为你们的妇人孩子造成 为你们的羊群累卷 迦德子孙和流遍子孙对摩西说 仆人要照我主所吩咐的去行 我们的妻子孩子羊群和所有的牲畜都要留在激烈的各城 但你的仆人反带兵器的都要照我主所说的话 在耶和华面前过去打仗 于是摩西为他们主妇ICA和嫩的儿子约书亚 并以色列众支派的组长说 迦德子孙和流遍子孙 咱带兵器在耶和华面前去打仗的 若与你们一同过约旦河 那地被你们制服了 你们就要把激烈地给他们为业 倘若他们不带兵器和你们一同过去 就要在迦南地你们中间得产业 迦德子孙和流遍子孙回答 耶和华怎样吩咐仆人 仆人就怎样行 我们要带兵器在耶和华面前过去进入迦南地 只是约旦河这边我们所得为业之地人归我们 摩西将亚摩利王西红的国和巴山王厄的国 连那地和周围的诚意都给了迦德子孙和流遍子孙 并约瑟的儿子马拿西半个支派 迦德子孙建造底本 亚他路、亚罗尔 亚他路硕返、亚谢、约比哈、伯宁拉、伯哈兰都是坚固城 他们又累羊圈 流遍子孙建造西石本 以利亚利、基列亭、尼波、巴利勉、西比马 尼波、巴利勉名字是改了的 又给他们所建造的城另起别名 马拿西的儿子马吉 他的子孙往基列去 占了那地 赶出那里的亚摩利人 摩西将基列赐给马拿西的儿子马吉 他子孙就住在那里 马拿西的子孙雅雅尔却占了基列的村庄 就称这些村庄为哈沃特衙尔 罗巴却占了基纳和基纳的乡村 就按自己的名称基纳为罗巴 使徒行传 第三章 生出祷告的时候 彼得约翰上圣殿去 有一个人生来是瘸腿的 天天被人抬来 放在殿的一个门口 那门名叫美门 要求进殿的人周记 他看见彼得约翰将要进殿 就求他们周记 彼得约翰定睛看他 你看我们 那人就留意看他们 职望得着什么 金银我都没有 只把我所有的给你 我奉拿撒勒人耶稣基督的名 叫你起来行走 于是拉着他的右手 扶他起来 他的脚和怀子骨立刻健壮了 就跳起来站着又行走 同他们进了殿 走着跳着赞美神 百姓都看见他行走 赞美神 认得他是那素长 坐在殿的美门口 求周记的 就因他所遇着的事 满心稀奇 惊讶 那人正在称为所罗门的廊下 拉着彼得约翰 众百姓一起跑到他们那里 很觉稀奇 彼得看见就对百姓说 以色列人啊 为什么把这事当作稀奇呢 为什么定睛看我们 以为我们凭自己的能力 和虔诚使这人行走呢 亚伯拉罕 以撒 雅各的神 就是我们列祖的神 已经荣耀了他的仆人耶稣 你们却把他交付彼拉多 彼拉多定义要释放他 你们竟在彼拉多面前 弃绝了他 你们弃绝了那圣洁公义者 反求者释放一个凶手给你们 你们杀了那生命的主 神却叫他从死里复活了 我们都是为这事做见证 我们应信他的名 他的名便叫你们所看见 所认识的这人健壮了 正是他所赐的信心 叫这人在你们众人面前全然好了 弟兄们 我晓得你们做这事 是出于不知 你们的官长也是如此 但神曾借众先知的口 预言基督将要受害 就这样应验了 所以你们当悔改归正 使你们的罪得以涂抹 这样 那安舒的日子 就必从主面前来到 主也必猜浅所预定 给你们的基督耶稣将领 天必留他 等到万物复兴的时候 就是神从创世以来 借着圣先知的口所说的 摩西曾说 主神要从你们弟兄中间 给你们兴起一位先知像我 凡他像你们所说的 你们都要听从 凡不听从那先知的 必要从民中全然灭绝 从撒摩尔以来的众先知 凡说预言的 也都说到这些日子 你们是先知的子孙 也承受神与你们祖宗所立的约 就是对亚伯拉罕说 地上万族都要因你的后裔得福 神既兴起他的仆人 就先猜他到你们这里来 赐福给你们 叫你们个人回转 离开罪恶 诗篇也八十七篇 可拉后裔的诗歌 耶和华所立的根基在圣山上 他爱西安的门 胜于爱雅各一切的住处 神的城啊 有荣耀的事乃举着你说的 我要提起拉哈勃和巴比伦人 是在认识我之中的 看啊 菲利士和推罗并古识人 各个生在那里 论到西安必说 这一个那一个都生在其中 而且至高者必亲自建立这城 当耶和华记录万民的时候 他要点出这一个生在那里 歌唱的 跳舞的都要说 我的全员都在你里面 阿华 Although 员都在纸语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